小燕姐今天好像 這兩天又上新聞 其實我那時候看到這篇 我是也有點驚嚇 偶爾會說你還好嗎 傳個簡訊鼓勵她 都會說 怎麼會好 那我們就不知道 怎麼安慰下去 我們就只能傳一些貼圖啊 有聊到你們發起的這個活動 那一個禮拜 到目前有沒有新的進度 可以跟大家更新 本來立委有要請我們去旁聽 他說那個時間蠻長 然後也問了一些 藝人朋友是沒有辦法去嗎 但是他說 因為現在都還在修 還沒有到最後 比較那時候我們覺得奇怪的是 網路上就出現了一些 認為我們有政治立場 我覺得完全不是 這一次的綠藍白 我覺得是三黨的立委 都會一起來修法 所以這個是不分黨派的 沒有人要說 什麼顏色才愛小孩 沒有這種可能嘛 小燕姐今天好像 這兩天又上新聞 是因為這個資深媒體人 高姐 高艾倫 高姐其實是她在昨天 有PO了一個臉書啦 因為他們認識很久啦 她認為以小燕姐的 身心健康狀況來看 天外橫貨 她都會毫髮無傷 其實我那時候看到這一篇 或是也有點驚嚇 因為我們當然不敢打擾小燕姐 可是在過程中 偶爾會說 你還好嗎 傳個結訊鼓勵她 然後回說 怎麼會好 那我們就不知道 怎麼安慰下去 我們就只能傳一些貼圖啊 所以她這樣寫 而且又附上 好像小燕姐坐在沙發上 她在地上看著她 我不知道那什麼時候的照片 那應該是資料照片 但看起來就會很像 就是最近她是不是有去家裡做客的那種感覺 是不是這樣的發文 又讓一些朋友覺得很活大 高姐又再發了第二個文 是她跟小燕姐對話的截圖 那小燕姐有提到 她自己真的是傷透了 提到很多事情她都不知道 如果早知道的話 就不會讓孟本如嫁給王子嫁 我覺得小燕姐 就是私底下跟老朋友去 傾土心生 不過我覺得至少高姐她寫了一句話 就是說 其實她並未有一通電話的詢問 聯繫與安慰 所以就證明說 她不知道小燕姐真正的心情 所以並不至好法無傷 對我覺得至少這件事情是 說得通的 後來她因為這樣 然後趕快去問了小燕姐 小燕姐怎麼會好法無傷 她說 全身心都傷到 妳只剩下頭髮還在吧 我覺得上個禮拜的氣氛就是 好像 妳不講也要被逼著講 妳講了 人家說妳講得不好 沒有罵人 然後妳做事了 妳怎麼沒有把人說出來 妳不做事人家說 哎呦 我那裡明哲寡生嘛 真的啊 就是妳說東就是會被扯西啊 對不對 就沒有冷靜討論的空間 我會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